我们这边是不是有那个板桥三重中和永和 很多很多区 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希望把它变成横向 横向 本来是不是直向的 它就是希望把它转成横向 好 滑鼠右键复制 复制 例如说我贴在这边好了 滑鼠右键 有一个选择性贴上 记得哦 word powerpoint没有选择性贴上 就是用按右键 按右键应该还有印象 就是在powerpoint按右键没有选择性贴上 可是在word 在esale这边是有的选择性贴上 当然你也可以选贴上底下的选择性贴上 好 然后接下来请点选什么 直 就是我要把这个内容贴过来 而且这边有看到一个转字 转字的意思就是什么 直的现在变横的 然后点选什么 确定 板桥区三重区综合区 以此类推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突然有一天 就是老师问我 我就找我的影片 我居然没有介绍 我没有刻意的介绍 原来那个直书变成 就是直的文字啊 可以变成横的文字 然后他就真的是在这边用搬移的方式 用搬移的方式 他本来是这样子的资料 他本来是这样子的资料 然后复制 然后接下来他说他要贴成直的 我就跟他讲说 那就假设我要贴到这个地方 滑鼠右键 选择性贴上直 转字 确定 他就都变成直的来去呈现了 这就是转字 同学问就是整个表格 整个表格都可以哦 这个现在是不是直的表格 可是他输出他会希望是横的表格 我们先复制 复制起来 就是选到这么多格子 一个新的工作表 直接去做选择性贴上直 然后转字 确定 他就整个变成横的盘列了 绝对都可以的 刚刚刚刚刚在最上面 是不是户数人数 总户数 低收入户数比例 现在就变成横的盘列了 好 那请你们去看 就是在以色谣里面 转字这件事情 转字的英文叫 transpose 就是本来是站的 变成躺着 transpose 我在解释的是那个英文单字 trans trans就是改变嘛 cang1 改变 pose就是姿势 本来是站的姿势 变成躺的姿势 帮助 帮助 帮助